叶民3 今次的章圣智 是叶民3 当叶民3 是衍生出来 独立下一个电影 叶民比武 输了之后发生了一事 他放弃了荣春 想无缓地跟儿子一起过平凡的生活 一个男人又要照顾事业 又要照顾家庭 他们通过很多很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是很特别,很有深度的 社会有很多白凡事,不同的平凡 所以他用回明春来对付这些坏 这次最大的不同是打的场合多了很多 每一场的对手都不同 有Toon Zia,有燕能,Michelle,Yan Zikin,Dave 其实大家都期待相当 在我的队和Max和我和Max 这就是一个座场的电影 他有很多细节 在我们的队里面 遇到很多我的功能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所有的想法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的队里面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 Fight! 所以大家可以逛逛 张俊是很准的 我跟他打的时间我很放心 因为想打得很出位 你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对手 才可以做到这件事 阿爷他太知道演员 什么样的演法是更吸引人 更到位的 他希望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镜头会很精彩 他看得很仔细 整套戏里面有什么要再调整 他永远都是最先法国的改步 一场戏他又可以有不断改良 或者在对白再改良一点 或者在镜头再改良一点 你就知道他放了多少心机 在我的戏或电影里面 这些是观众是不知道的 每场设计都不同 都有特色 而且看我们怎么再利用多少时间 将每一个动作唱尾 订得好看一点 完美一点 我曾经以为功夫是用来 被我扬明天下 后来我只想做个普通人 但是我的心 根本就没有放下过 保败 保败 畅春 張天智